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且不管这篇报道是不是在胡扯 人类有关外星人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早就搬上大阴幕 屡屡成了卖作电影 不过有的电影真的是太离谱了 连美国太空总署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选出了七大超级烂的科幻电影 其中首推2012 这部讲述太阳风暴引发地球大灾难 导致地震海啸及陆地沉没的科幻电影 上映以后引起民众一片恐慌 美国太空总署电话被打爆 逼得科学家破天荒地出面驳斥谣言 而烂片的第二名则是地心毁灭 这部描述地球核心停止转动 导致地球毁灭的灾难片真的是太过离谱了 太空署的科学家看完剧本以后当场走人 至于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世界末日被评为第三名 当然美国太空总署也选出了最合理的科幻电影 包括朱蒂福斯特主演的《接触未来》 伊森霍克出演的《千军一发》 还有知名的《侏罗记公园》 都获得好评算是合乎逻辑的科幻电影 《侏罗记公园》